你先介绍自己 我姓汤汤山 我是皇家银行的万景区的地区副总裁 我姓汤汤山 我是皇家银行的万景区的地区副总裁 你可以讲讲 比如说RBC对族裔的关系的 那是Policy吗 我们皇家银行 其实对各种文化族裔的关系是非常的紧密的 首先从我们的员工的角度来讲 我们在聘请员工的过程当中 也非常的讲究多元文化 我们非常注意跟社区的一些关系 比如我们在员工当中 有来自亚裔的 印裔的 非裔的 以及各个国家的代表 那么同时我们跟社区的过程当中 打交的过程当中 尤其是在华裔社区的打交的过程当中 皇家银行也是不遗余力的进行对亚裔社区的支持 比如我们的支持的那个organization 就包括有CPAC CICS 孟长 伊康 以及仅仅一部分的代表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对于各种文化族裔的一些支持 能够使他们认识到皇家银行对多元文化的一个认知 也希望能够感谢各个来自不同国家 不同族裔的新移民为家国所做出的贡献 能够使他们认识到我们所有的加拿大人 对他们对新移民也是持着欢迎的态度 我们的多元文化的那个policy 其实是由我们的CEO Dave McKay先生领头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diversity的一个leadership council 由他们一年一度在皇家银行也会发表一个叫做diversity的杂志 能够profil皇家银行在各种文化族裔当中的一些风采 作为是说非族裔的雇员在一个大机构的career path 会有受到障碍吗 我们非常的鼓励各种文化族裔的雇员在皇家银行的一个职业的发展 我们自己的内部员工当中呢 有一个自己的内部员工的networking的组织叫做Mozak Mozak在中文里面也就是说 等于一个各种颜色的一个拼实 也就是能够通过Mozak这个概念 使得我们的族裔员工认识到皇家银行对diversity 能够使大家有着各种五颜六色的背景的人才 在这个机构里面能够得到他们的才干 得到更加的发挥的一个机会 然后通过这个Mozak的networking的一个机会呢 我们也有各级的领导员工各种部门的同事积极参与 使大家能够有一个交流的机会 同时我们皇家银行对于文化族裔以及女性 或者是visible minority的员工当中呢 也会有一个非常针对性的一个mentorship的一些计划 然后使得在一些比较在加拿大比较资深的员工 然后对新移民背景的员工呢 也有一个专门针对性的一个咨询 然后使他们能够有机会接触到各种不同的意见啊 能够使他们在加国的职业发展能够更加的顺利 先让大家看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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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